朋友们好,我是亥托兹路易斯 大盘近期持续的崩跌 那目前也跌破了我们之前规划的黑K棒的支撑的区间嘛 近期来讲的话,其实国际股市尤其是美股的跌幅其实是非常重的 那国际股市偏空的状况之下,其实台股很难去堵强 所以目前也是反映了国际股市的一个弱势 那当然我们目前指数就是一个空方走势嘛 我们已经空方发散了 所以目前这个空方走势的状况之下 基本上短线上来讲的话多方除非出现明显的止跌讯号 否则就是反弹 OK,否则很有可能就只是个反弹 所以近期来讲的话交易来讲的话是以偏空会比较有利 那怎么样才能知道明显的止跌讯号呢 像是能够带量站回到这个区间的下缘 或者是能够至少站回这根黑K棒的中值 都是很显著的止跌讯号 不过目前来讲的话没有这样子的条件 OK,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外资的现货是持续卖的 那自营也是持续卖 融资再次的大减 那外资的多大还是维持38000多口 那未平常OP的口数部分来到2000多口 OK,所以整体的法人筹码 其实整体来看还是偏空 整体还是偏空 尤其是现货的部分 现货近一个月以来 基本上都是以卖超为主 基本上都是卖超为主 融资的部分也是持续来做退场 八大行库的部分也是持续的买 其实说实在话 现在八大行库其实就是被套牢 他们买在上方这个地方也是持续的在做加码 不过股价还是一路的崩跌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的八大行库手上都是亏损单子的居多 所以基本上 如果这个状况持续的话 我们的国安基金不一定有资金再把指数拉上来 OK,当然还是要看一下国内外的情势 不过目前从筹码的状况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八大行库目前是被套牢的 OK,所以现正来讲的话 盘市真的是非常弱势 所以一定要留意你的风险控管 OK,好 那我们来看期货选择权里面的多空多排列加速指标好了 OK,空方走势再度的拉伸 所以代表目前空方个股实在是太多了 OK,目前大多数个股其实是走空的 OK,从指数来看 确实指数是大空特空的 目前已经走空这么长一段时间了 OK,那个股部分旁边架构当然也是非常的空 OK,好,那看一下我们的系统选股 像这样子的盘市多方到底能不能选出个股来 我们现在看一下外资雷达多方 没有选出来 内资卡位 好,均线金它转折 这些都是没有选出来的 多方非常的弱势目前 OK,那C单的部分 我们的放空策略 也选不出来 好,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路易斯论文你可以留意一下2454的联发科 联发科在周五的时候也是呈现大跌的状况 好,联发科呈现跌了3.8% 3.8% 那目前来讲的话法人从来是不是很明显 法人持续在做砍仓吗 对吧,法人是持续在做砍仓的 好,那外资也是连卖6天 累计卖要快1万张了 OK,那巴拉罕是持续在户了 不过整体来讲的话 还是一个偏空的走势 尤其是技术面它跌破了关键的低点 进一个交易日 非常大量的低点在这个位置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 尤其是开盘就开这么低 所以这地方蛮关键的 可是也跌破了 所以基本上路易斯认为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 限价其实你可以去做放空的交易 那当然防守在我们的关键可以帮到低点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有去留意的话 它的风险其实不会太大 OK,没有几块钱的距离 不过这里却是有一个非常 具有指标性的一个压力位 非常指标的压力位置 OK,所以像这样的个股 你当然可以持续来锁定放空的机会 OK,我们把周期拉长一点来看 它已经跌到这个位阶去了 OK,跌幅非常的深 不过目前的走势还是一个偏空走势 所以我们一样 收好我们的防守点就可以去做交易 OK,好,那我们今天的系统选股 跟我们的一个盘后功课 主要这个地方 祝福各位投资朋友们 下周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见 拜拜